俄驻波兰大使预袭后 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被破红漆 当日时间5月11号报道 波兰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正式死事 怒斥着是流氓行径 并且表示大使馆已经报警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则称 这是针对俄大使在华沙被破红漆的报复行为 5月10号 安德烈耶夫大使说 自5月9号他遭到袭击以来 波兰政府没有对他做出任何正式道歉 安德烈耶夫大使在接受俄罗斯电视 第一频道采访时说 仅有波兰外交部长表示了遗憾 而包括波兰总理 波兰内政部长等在内的所有其他波兰官员 都表达了一个同样的观点 这是俄罗斯人的错 我们警告过你们 但你们还是去了苏联军人的目的 对此5月11号事件发生后 俄罗斯网友借用波兰高官的口吻讽刺道 这都是波兰人的错 早就警告过你们不要来俄罗斯 你们不听 因此责任全在波兰 此前报道5月9号 俄罗斯驻波兰大使谢尔盖安德烈耶夫 新兴提问的回应 波兰记者 你身上沾着乌克兰人民的血 这幅画面象征着什么 你感觉如何 安德烈耶夫大使 我身上黏乎乎的是糖浆 波兰记者 但他象征着血 安德烈耶夫大使 他象征着表演 在这里表演 在不查表演